相传织女是天上王母的女儿 她的心地善良又美丽 巧受惠心 能织出仙人的彩衣 据说天上那些五彩缤纷的云朵 也都是她的作品 而在人间 现在河南南洋的牛家庄地方 有个孤儿叫牛郎 和哥哥两人相依为命 他的天性善良 真诚而且忍让 后来兄弟俩分家了 牛郎只分到了一头老牛 几年过去了 生活渐渐的安定的下来 牛郎还是和老牛相依为命 有一天 牛郎感叹的说 如果能有个伴 不知有多好呀 老牛听了点的点头说 这也不难 现在在西边 有一群仙女正在玩睡 他们的衣服留在了西边 你只要把其中一人的衣服藏起来 他毁不了天上 就会成为你的妻子的 果然到了最后 水中只剩下织女一人时 他只好恳求牛郎还他衣服 牛郎就趁机提出 要织女做他的妻子 其实早在天上时 织女就常听到仙人们 称赞牛郎的忠厚善良 使他早已动了烦心 就答应了牛郎的婚事 从此男跟女之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有一天天地出巡时 看到天上的云彩暗淡 一查之下才发现 织女下凡了 立刻派王母到人间捉拿 王母就带着天兵天将 把织女带回天庭了 牛郎看见时一时情急 就在老牛的帮助下 用镯筐装着一双可爱的儿女 挑着追到了天上 王母一见牛郎追来 马上拔下头上的金钗 随手一画 就在织女和牛郎之间 画出了一道大河 这就是银河 滔滔的银河水 无情地把牛郎和织女 分隔在两岸 他们只得隔着银河 相忘痛哭 这时小女儿天真的说 我们用水瓢把银河的水咬干了 就可以过去找妈妈了 于是父子三人轮流咬水 日夜不停 终于感动了王母 答应他们在每年七夕时 相见一次 所以相传每到了七月七日的晚上 如果待在瓜棚架下 就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 窃窃私语 互诉中常了 而七夕这一天 总是会从天上 飘下一些绵绵的细雨 据说这就是他俩的相思类 在中国古代 人和神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的 在银河的那边 也许是天国的神仙世界 而在银河这边住的 可能就是云云众生呢 如果是先佛动了凡心 也会来到三界 但如能在人间行善积德 就有机会再重返天上了 所以当皇帝功臣名就时 就有黄龙来载他回返天庭 也就这样 历史上就留下了 牛郎织女这样美丽的神话传说了 世人感叹着 总觉得神好像离人很远了 祈祷也好 祈求也好 好像很难再得到什么回应呢 人觉得好像是神变了 其实神没有变 变的是人 从故事中看得出来 倘若没有牛郎的善良勤奋 光凭一件衣服 就能留住仙女的心吗 而天庭的法度森严 神所看重人间的 不是富贵与权势 而是人品 如果本质纯净 连仙女都会被感动的 千古以来 牛郎织女的故事 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恩重无比 忠正不二的夫妻典范 年复一年世代传颂者 人们对这个故事 有着无限的同情 也留下了许多天上人间的美好回忆 不说人生的费用 不说人生的费用